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主研发的麒麟处理器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了也有很多网友认为麒麟处理器没有骁龙处理器好 但根据外媒表示说 最新款的麒麟980处理器的性能比骁龙处理器更好 至少目前的骁龙845不是麒麟980的对手 而在今天它的麒麟980处理器的华为Mate20系列手机也迎来了大卖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华为在技术和实力上的强大 华为公司在手机品牌发展上使用双策略 华为手机主打高端领域 而旗下的荣耀品牌则主打重低端领域 除此之外 其实华为还有一款定位精准的手机品牌 那就是华为Novo系列 这个品牌主打女性 拍照 时尚特点 这样一来 华为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 以及覆盖全面领域的品牌战略 使华为手机在市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而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高配机 就是华为Novo A2S手机 这款手机最高配的版本发售价 是3399元 而如今却已经降到了1999元的白菜价格 对此 有网友就表示说 这样的配具仅为这样的价格 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首先来说 这款机型的外观时尚漂亮 采用了18比9的全面屏设计 不管是在玩 游戏 还是看电影中都有较好的体验 而这款手机的配置 采用了麒麟960处理器 并服役6GB加128GB的存储配置 凭借麒麟处理器的强大使的手机 在操作体验中 完美没有问题 此外还有高达2000万和1600万像素的双前置摄像头 以及双后置摄像头 这完全能够满足女性在自拍 以及正常拍照上的要求 说到最后 这款手机不管是从价格还是从外观配置上来说 现在入手都是非常值得的 相信在千元级领域中也有较大的优势 对此 你愿意购买这款手机吗 说说你的看法 你愿意购买这款手机不准的 我愿意购买这款手机不准的 我愿意购买这款手机不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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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